大家好,我是华尔街电视的小安 为大家主持一档新的节目 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你慢慢看就知道了 许多年轻男女的衣柜里 总少不了一两件西英的服饰 最近西英是如何出圈的呢? 快时尚品牌Shane西英 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 赢得全球上亿购物者青睐 近期更是准备赴美上市 随着这一家中国跨境电商巨头 即将成为近年来最大宗中国企业在美IPO 过去形势低调 连员工都不太认得她的西英创办人 许仰天、SkyShoe 更是引起了媒体及商界的关注 根据世界新闻网引述 华尔街日报专闻 子徐仰天生于1984年 在山东省自博士长大 父母都是工人阶层 将近40岁的她英语不熟练 见过徐仰天的人说 她工作时常穿像是睡衣的棉子 衬衫和裤子 她非常了解与西英签约的小工厂应云状况 还能说出制衣工人的平均工资 西英高级顾问弗朗西斯汤森德 承认游戏大厂动式暴雪主管 也曾为前总统不惜工作 她告诉华尔街日报 徐仰天勤奋直率 讨讨问题时总能切中要害 她还说我觉得徐仰天从来不睡觉 那回顾徐仰天从零开始创立西英的过程 她在青岛科技大学攻读国际贸易 自学搜寻引擎优化 购买域名 对海外代理销售工业电片等密封零件 2008年与人合资成立电商平台南京点为资讯技术公司 一年之后 另合资创办电商 向海外销售 从紫砂虎到眼镜等各类消费品 经过几年的反复试错 2012年公司网站命名为She Insights 以婚纱礼服为业务重点 2015年徐仰天和其他联合创办人 将She Insights产品扩展到其他女装 公司网站名称缩短为Shane 并推出同名应用程式 短短几年之内 Shane便成为了全球下载次数最多的购物应用程式之一 在徐仰天的领导下 西英创造超高效供应链 利用算法迅速预测客户需求 并以小批量订单测试市场需求 再次需求追加订单 西英就自称未售出服装只占2% 原低于30%的行业平均线 而近年来西英试图摆脱中国血统 把总部迁到了新加坡 并在中国以外创建供应链 如今西英申请在美国上市 IPO可能在2024年进行 美国投资人通常是上市公司总执行长 为企业形象代言人 指望他们沟通企业策略计划 描述企业愿景并回答股东问题 谈及未来西英由谁出面 汤森德就说 他和徐仰天及几位西英联合创办人提过 若决定IPO就要面对大众 他们内心其实很不情愿 如果非面对大众不可 会是徐仰天 那其实啊 早在11月14日 在法国社会党议员的提议下 总部设在法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经合组织启动了一项程序 旨在对西英展开调查 那西英被指控在生产过程中 不尊重人权和环境权 类似的指控早已被欧洲 以及法国的多家非政府组织提出 不过迄今为止 却并未引发该集团的重视 西英集团已经对 金河组织的调查做出了回应 并且表示愿意同法国议员进行斡旋 那么法国社会党议员 是否拥有更强而有力的证据 鉴于西英集团的注册地点为新加坡 而新加坡并非是金河组织的成员 金河组织启动的调查 对西英集团又能够产生多大的冲击呢 那法广报导 西英在网上独家销售60多万件商品 每天推出6000件新商品 价格低廉 3欧元的T恤 8欧元的连身裙 15欧元的牛仔裤 该品牌主要面向15至20岁的年轻人 非常依赖中国社交网络TikTok 那作为中国经济的骄傲 西英在全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据说在大流行病期间 该品牌的销售额增长了两倍 达到了西班牙巨头Jara的水平 几个月来 该公司一直在寻求在美国股市上市 那目标估值为800亿至900亿美元 今年6月 法国国民议会社会党小组主席 鲍里斯·瓦洛及其同事 多米尼克·波迪埃 牵头将暗状提交给金河组织 更确切地说 是金河组织的法国国家联络点NCP 要求该联络点调查 西英的生产条件和供应链 那多米尼克·波迪埃就指出 他们是在新闻调查和非政府组织 收集的证词的基础上提出了上述指控 他认为根据目前他们所掌握的信息 另外仅仅从西英生产的速度和成本来看 就很明显该集团无法保证 志工拥有体面的工作条件和最低工资 此外在该品牌对环境以及消费者的健康 所造成的危害方面 绿色和平组织的德国分布 以及法国纺制联合会的调查 都提供了足够的依据 服装行业在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 例如大量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棉花生产过程中 使用大量的杀虫剂 对空气以及土壤的污染 以及石化纤维产品的微塑料释放等等 这一切在西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被放大了数百倍 此外 法国《时日驾报》的相关报道就指出 西英集团涉嫌助长 维吾尔人中的强迫劳动 该品牌还被一群美国议员 华裔从剥削维吾尔族人中获利 那必须指出的是 迄今为止该品牌对与其相关的任何信息都非常保密 供应链 分包商名称 公司数据 安全标准等等 这也是法国议员提出质疑的原因之一 不过既然新加坡并非是金河组织的成员国 类似的调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那对此法国议员多米尼克·伯蒂埃回答说 虽然新加坡和中国都不是金河组织成员 但是去年5月西英在巴黎开设了一家专卖店 只要在欧洲开展业务 企业就必须遵守金河组织关于这些活动的规定 金河组织虽然没有实施制裁的法律权利 但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西英集团做出回应就足以证明此举的有效性 此外 此举的目的也是为了一方面向消费者拉响警钟 另一方面提醒欧盟必须制定雄心勃勃的法规 来保障欧洲消费者以及企业的权益 那确实 在西英之后 类似的品牌正在接种而来 例如中国拼多多公司 去年9月创办的跨境电商平台Termu 它的运作模式就是西英的模式的翻版 倘若不能及时出台应对措施 欧洲的服装工业 以及中国的生态环境将进一步遭受重创 再来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5月1日督促美国证券监管机构 对西英加强监管 要求其在美国证券公司上市之前 必须提供其生产链没有使用强迫劳动的证明 西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公司 尽管西英集团的发言人回应说 该公司在新疆地区并没有供应商 对强迫劳动的态度是零容忍 不过该集团的上述声明恐怕难以说服美国议员 以及国际人权组织 因为西英品牌的价格之所以如此低廉 首先离不开对劳动力的超强度剥削 中国内地工厂雇佣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 廉价劳动力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而纺制品行业是劳动力需求最高的行业之一 其次廉价纺制品也往往同步遵守环境标准有关 因为许多崇尚时装的消费者有所不知的事 纺制品被认为是世界上仅次于化石燃料的第二大污染行业 全球时装产品的过度生产正在酿成严重的环境和社会灾难 那同塑料垃圾一样 每年淘汰下来的废旧服装正在非洲以及南美的垃圾厂 或者沙漠中堆积如山 唯一能够阻止服装垃圾泛滥成灾的措施就是减少生产 而西英集团成功彰显了无论是纺制品生产商 还是消费者似乎都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谢谢大家 这就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留言在节目下方